其实我觉得每个人就是跪在自律 对对自己要有要求 我觉得我们这个剧组真的是有做到 也难怪大家吐口水 因为贝比这些年惹出来的各种话题实在是太多了 首先就是大恶底他就没整容 关于这事 贝比2015年正能花了36块钱 花了的专家号开出了张正明 贝正自己的所有不讲述就是平天然无听他 可跟贝比早年前的照片放在一块 才正明的太不估计自己都兴趣 虽然神的魔术神 但这些年来贝比见了不少次 碎眼镜 假如公正的说一句 人家美不就够了吗 要啥子行车 贝比接拍的影视作品虽然大部分精挑细选 但也有阴沟翻船的时候 在拍鼓方不自赏的时候 就被海量的沟图给连累了 这些品质层次不齐 可关键人家走的是亮 凭借大逼的粉丝 贝比接连拿下了第13届华语电影传媒大奖 最受瞩目余演员奖 和第21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 最受欢迎余演员奖 也要说人家只可粉丝拿奖也不客观 毕竟贝比还拿了第33届大众电影百花奖 最佳女配角 可在一场边上的最佳男配是李凡 这一奖上的韩正亮 一下子就打成了问号 一次采访时 贝比自信发言 我这一路走来 即使不算顺利 可不顺利的话 所有奖项 我已经拿了大门罐了 有梦想必须是好事 除此之外 贝比拼不对自己名准 一次打压 接任女嘉宾 这位的调论 算是数不胜数 虽然重复的作品不多 但教主觉得 贝比起码有两样绝对能拿得出手 自己的这张脸 给小林做的那场婚礼